阿里馬雲、順豐王衛、騰訊、馬化騰 三種性格反映在住宅品味方面 馬雲買入山頂百家道前比利時領事超級豪宅 想要大地在我腳下的感覺 馬化騰中情石澳大浪灣道的寧靜 於是從趙世光手上接貨 今次主角王衛住九龍塘那沙利道獨立屋首位森嚴 順豐老闆王衛 一零年以3.5億買入九龍塘那沙利道55號地皮 三個月前用七千萬保地價建成三層高獨立屋 一周刊記者到現場視察 這座三層高獨立屋始終一個芳箱 四角布滿天眼 亦還有多棵大樹用作掩護 反映出主人小心謹慎 現在是Mr.Moyer的家 我沒有想到 記者連續兩天登門拜訪 王衛都不在家 從高處看 大門入面是一座巨型四面佛 天台亦放置兩個沙包用來練拳 一周刊拿到大屋的設計圖 發現全屋居然有四間主人房 七間睡房 全部四四方方 還有浴室、廁所 全屋共16個廁所 雖然等不到王衛現身 但記者目擊到一個 好像王衛的年輕人拿著籃球出入 王衛的私生活非常神秘 老婆在科技大學畢業 在順豐結識王衛 王衛可算是新移民 七歲來港 在波蘭街數百呎地鋪做起 起初只有六個人 以割駕搶攤 他本人亦都親力親為 凌晨開工 直到晚上才離開 順豐越造越大 曾經因為太多貨車霸在街上被投訴 搬走後 王衛亦拉攏中港行家家盟 每區都有盤頭開鋪 不過就有盤頭自大自立門戶 王衛用足足三年才完成統一大業 如今已變成收入五百億大企業 今年初在A股上市 大股東佔六成半 而國家招商局 和國開金融亦間接持有 順豐一成三的股份